男人挑起拉面 却翻出一颗眼球 警察立刻包围餐车 仔细询问目击证人 99年的黑龙江省 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碎尸案 全省多家煤厂都发现了尸体残垮 如此离奇的案件 也引起哈尔滨警队的注意 他们很快锁定受害人信息 根据找到的血衣和身份证 确认死者名叫梁志军 是负责煤矿运输的过磅员 他的妻子阿美 在一家干洗店工作 得知丈夫的死讯 女人只知道无脸痛哭 在他这儿问不到任何线索 张队只能从工作单位入手 得知死者生前并未与谁结怨 唯一有嫌疑的便是柳氏兄弟 他们频繁往返各大煤厂 并且去过的地方 都发现了残肢 警方立即展开行动 张队控制住嫌疑人 慌忙中只带了一副手铐 就在小王回车上取食 同时发现 嫌疑人总盯着外套 警员拿起准备搜查 却掉出一把手枪 小王急忙赶回来 老张已经下得不知所措 可中枪的劫匪 还在做无谓的抵抗 缓缓举起手枪 老张 老张仅仅只是轻伤 可另外两名同事却因功殉职 因为他没带手铐 办案过程存在重大过失 老张被革职查办 小王将梁志军的补灰 送去给干洗店的阿美 他却直接埋在门口 小王半开玩笑地说 可能是为了不离不弃 转眼过了五年 老张因为过失和枪伤 被调离警队 去了工厂保卫科 整日浑浑噩噩 用酒精麻痹自己 这份工作他并不满意 总想着再回警局 当回他的刑警队长 这天他在街上闲逛 刚好看见办案的小王 他急忙过去酗酒 如今小王已是王队 却还是很给老林倒面子 即便正在办案 也没避讳老张 没事说吧 自己人 最近又发生两起 恶劣的碎尸案件 死者都有共同的特点 脚上都穿着兵鞋 并且很可能 与五年前的起案子有关 因为这些受害者 竟都是阿美的男人 可柳氏兄弟 已经抓捕归案 意味着凶手另有他人 警方首先锁定的目标 就是嫌疑最大的阿美 听到这里 老张却有了想法 他借着洗衣服 慢慢接近阿美 想从他身上寻找线索 侦破这起案件 到时候论功行赏 兴许就能回到警队 为了多了解一些 他故意咬掉扣子 老板只好帮忙修补 老张顺势坐进店里 打探起阿美的事情 老板也不避讳 直说阿美可怜 99年死了丈夫 还被客人威胁 赔偿洗坏了的皮草 说到这里 阿美故意上前擦桌子 又递给老张一张字条 这让老张更加疑惑 阿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于是到了晚上 他又在身后尾随阿美 然而刚离开片刻 他的小电车就被人动了手脚 更离奇的是 地上还有两台脚印 一来一回 明显是故意冲着他来的 老张不知不觉间 已经深陷险境 明镜也发现了负荣的 任何城银和权 大家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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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梁志军则趁机溜得无影无踪 他将线索透露给新的刑警队长 希望能将功抵罪 重新回到警局 警察也传唤了阿美 可他却什么也不肯透露 只说要见老张 没想到你是警察 何必骗我呢 谁告诉你我这警官呢 都如果要수를 阿美 islands了眼角 缓缓道出真相 五年前梁志军抢劫未遂 失手把人杀了 为了掩盖真相 他想了一招金蝉脱壁 把自己的身份证和衣服 都放在尸体身上 再借助过棒元的便利 把尻块扔上卡车 却因此成了活死人 不敢再明媚而现身 但他还时不时缠着阿美 只要有男人与他接触 就会惨遭毒手 套出事情原委 警方开始布局 要对嫌疑人实施抓捕 阿美负责约出梁志军 两人也许久未见 动作里满是拘谨 他想从背后揉住妻子 却紧张得不知所措 甚至将手背在身后 用剪刀石头部来做决定 最后他下定决心 先买包烟定定心神 可刚到路边的小店 梁志军就发现不对 他急忙冲出院子 向阿美的方向跑去 阿美却一声不发 默默躲到一旁 梁志军从身边跑步 也知道是他带来的警察 可知道他被击毙 也没有一句怨言 分事案完美侦破 警察又找上阿美 想要取回五年前的骨灰 阿美却想都没想 直言被自己扔了 老张听出了漏洞 明明骨灰就埋在树下 他又进屋向老板确认 老板也略有印象 老张又提出 要看看当年那件坏了的皮草 在里面翻出名片 根据地址来到一家夜总会 老板娘正是皮草主人的前妻 他告诉老张 丈夫五年前和女人跑 从此再无踪影 根据他对女人的描述 老张更加确定 那个人就是阿美 他惴惴不安地出了夜总会 仔细看了眼招牌 闪耀着四个大字 白日焰火 隔天他约出了阿美 在半空中的摩天轮上 指了指远处的霓虹灯 阿美知道事情败露 竟主动扑进老张怀里 老张让他主动自首 兴许还能从轻处理 阿美却想用自己贿赂这个男人 半个小时后 他们下了摩天轮 老张请他吃了顿饭 弥补亏空的身体 期间阿美一直询问 明天是否还要见面 老张想都没想 答应会不离不弃 可转头 他就将一切汇报给了警察 只希望能换个回到警局的机会 阿美再次被带上警车 看着扔过来的皮草 阿美知道老张出卖了自己 他木讷地坦白了一切 是我干的 我配不起他的衣服 而且我陪他去旅馆开房 意思还不高 怎么看的 看看几刀 警察靠着阿美 回到出租屋指认现场 从楼到出来时 老张躲在不远处的楼底 用一场白日焰火为阿美送行 他本以为破获案件 自己就能回到警局 可无论他如何溜须拍马 队长也只是敷衍的应付 可为了这本就不确定的想法 他牺牲了最好的兄弟 出卖了喜欢的女人 到头来只换到一声空响 就像白日焰火一样 未曾绚烂便消逝在空中 老张落寞地来到舞厅 看清现实后 他在舞厅中央卖力的舞蹈 只有这里能体现 他烟火般的价值 在舞厅中央卖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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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